手游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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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 在这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游戏呢依然是 明神方舟然后今天所带来的依然是这个日常 日常干起来然后让我们好一来 目前来说呢其实比较尴尬 就是我的这个日常得不断去刷 这个东西然后 这个刷这个日常的时候有一个比较 恶心的一个地方呢就是 刷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你越刷感觉自己越累 然后呢我也是在刷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需要去不断的 把自己的一个队伍改了又改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算是比较费劲了 然后大家玩的时候呢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解决办法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因为我现在 其实刷头比较费劲 我有很多东西因为我前期的一定的失误 所以说没有得到我预想中的那种效果 所以说在玩的时候呢也是稍微去注意一下 然后需要注意的东西呢其实 说句实话有很多然后玩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比较费劲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说我需要刷这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图是重装和治疗两个人物的一个升级材料 就精英化的一个材料 为什么要刷这个而不是去刷这个禁卫或者是狙击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前期我需要狙击去帮我做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输出 所以说如果说升级狙击之后呢 我在前期去做这个前期的一个战斗的时候 会非常费劲 因为我自身的费用太高了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前期可以上足够多的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我升级了 我也是推荐大家去升级一个重装加一个治疗的前期 就完全足够了 为什么不推荐大家把所有的重装全升级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因为你升级了自身所有的这个重装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原来我啥都干不了 首先第一个你打不动怪 这个是实话 大家在玩的时候就会发现 首先第一个就是啊 你扛不住怪 因为你的重装的刷新时间很长 因为他需要很多的钱 然后其次呢就是他再一次需要部署的时间也很长 选择一个治疗 像我现在两个治疗的一个开局 我就选择一个治疗进行化 如果说我是单治疗 那我就不选择治疗进行化 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这种东西就这种怪 有一个比较刚啊的地方 就是他在前期有很高的一个战略性 如果说我直接在前期给他用了 那么可能我前期就会崩盘 但是呢 如果说我前期不用 可能我升级这个东西的一个意义啊 也没有了 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吧 大家自己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选择方式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位置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太多的一个干预 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要自己玩出来才感觉有意思 首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是 如果说大家只是带一个治疗的话 还是前期比较进行化比较好 因为前期的图是以这个短比较短 然后刷新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为主 所以说你前期直接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就比较尴尬了 就可能你在玩的时候就会发现啊 我怎么啥都干不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这个难受了 所以说呢也是在玩的时候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然后这位置呢也是不要着急 然后这位置呢也是不断的去用这个 我自身的一个治疗室去给我这个不断的奶 然后现在呢也是不要着急 然后也是慢慢来 在刷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要记住 刷这个日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刷出来代理 因为你一旦刷出来代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啊 人生是如此的这个频繁 这个你没刷出来代理之后 你会发现我啥都干不了 就感觉做什么都比较费劲 但是一旦刷出来之后呢 因为他代理之后 他比如说自己自动了嘛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大家自己亲切去做了 就会简单很多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目前来说只是生了一个这个灰熊 然后在之后呢 其实也是打算把这个熊升级了 升级这个熊之后呢 肯定是这个这个地方我要重新开始打一遍了 因为升级之后呢 其实他本身会有一定这个改变 然后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 就比较正常的一个去 这个让他去自行的一个动了 所以说需要自己去处理一下 但是那样的话可能会稍微好打一些 因为毕竟他进一化之后呢 会更能扛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比较舒服 那现在呢也是快到这个 日常福本的一个结尾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这游戏呢 演示明日方舟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快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快的其他游戏品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